Sara登场 打工人对将来自己怎么活 更焦虑了 但即使清明到了 也很少有人考虑过怎么死 先给你提个醒啊 现在有些东西 活得比你的肉体还要久 例如你的社交媒体账号 据统计预测 到2099年 有大约50亿个死者 仍然保存着他们的脸书账号 更让人担忧的 还有支付宝 网银 如果我去世了 配偶可以登录我的嬷嬷吗 比特币账户可以继承吗 数字遗产的所有权 应该归谁 归平台呢 还是归亲属 我的皮肤和武器留给谁 以前的人底气很足 活着的时候 就给自己预备好棺木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现在的社畜 有可能正加着班 我开着年会就猝死了 手机聊天记录和网盘上的文件夹 都来不及清空 以前的人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旁边的亲属急着问 爸还撑着呢 咱哥到哪了 AI时代的临终场景 估计得问 爸还撑着呢 电脑格式化进度到哪了 肉身死了不要紧 十有八九 还得在阳间阴间 再经历两轮射死 等到人走了 墓碑或者骨灰盒上 刻着二别码 手机扫一下 死者的一生 跃然凭上 传统文化就是厉害 预言帝啊 那会就知道 子孙后代要扫 墓 马一扫 浏览记录 聊天信息 点赞评论 出行住宿 都被大数据 整得明明白白 他还提供分析呢 死者好友里的男女比例 平均聊天市场 视频喜好推送 都给整成饼状图 生怕活人看不明白啊 八零后不敢死 是因为买不起墓地 九零后不敢死 是因为大数据啊 怕自己的上网记住 没删干净 零零后中的青年才俊 据说已经看到了商机 力争早日发明一键清空 所有设备和网络信息的 快捷技术 同时提供告别服务 在追思礼拜上 不再播放死者生前的视频 而是在大屏幕上 带领亲朋好友 拜访经删选后的 死者生前活跃的网站 造访他拿得出手的 网络遗迹 介绍死者 以不同马甲发表的 有影响力的言论 浏览社交平台上 网友的悼念文字 人活多年 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 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少年人呐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必被审问 互联网有记忆 所以大数据时代 更需要忘记背后 过犯得赦免的恩典 请在清醒状态下 提前搜索 如何让那份上网记录所写的 攻击我们 控告我们的字句 全被撤去 定死 对于习惯刷手机的 你我而言 这是比天堂 有没有WiFi 更重要的事